平常来这边都会捡些什么 我一般都捡一些摩托车零件 脚踏车零件 汽车零件 还有一些马达 齿轮 还有一些弹簧 像没有那个整体的工人 但是部分工人还有 我就拿那个部分的工人来用 在堆积如山的垃圾里寻宝 他不是资源回收厂的员工 而是一家机械公司的总市长 一间间破铜烂解 经过他的创意和巧思 都可能变成令人惊奇的新发明 四面八方吹了电风扇 也是用那个铁盒子啊 加上一些破的电风扇啊 马达那些动作出来 风是从上面下去 从四面八方吹来这样 那我们就在四个角落都可以吹 我这个是气质人会这样 剪的回来的 脚踏车是煞车系统 那这个是鱼盏 这个是香皂盒 中间把它装一个弹簧 然后它会自动的合起来 好 就这样子 不到十分钟 几样废弃的垃圾 就化身成一只 可以夹狗狗便便的 超好用工具 它挤的时候就 主动起来 这台首摇三轮车 同样是靠减破烂改造的 不过它有高达63段的变速功能 连爬坡都轻而易举 四台脚踏车拼装的 你看 这个小朋友在骑那个 这个前叉 这三个是脚踏车的前叉做的 那这个避震器也是从 脚踏车上面拆下来 那这个是办公室 人家丢掉不要的椅子 然后拿来就把它操上去 我在解决问题的时候 尽量去拿那个 人家不要的东西 拿来做工具 他是发明大王刘大坛 三十岁时就荣获全国发明展 第一名金头脑奖 也得过瑞士日内瓦和德国等 国际发明展的金牌奖 甚至曾经获选国科会 十大杰出科技人才 他自嘲活到五十多岁 做得最好的 就是废物利用 小学的时候读到 废物利用这几个字 我觉得很震撼 因为我想说 大家都叫我废人 以前我们在乡下 很多人都叫我废人 那我想说废人 那废物可以利用的话 我身体还是有一些 可以值得利用的 我的手啊 我的头脑还可以利用 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 就想说一定要认真读书 把这个头脑好好把他充实好 然后这个手还可以动嘛 就可以做很多事情这样子 把自己身体当作废物来利用 把自己残缺的身体 也当成废物来利用 这句话现在说来轻松 但从小因为小儿麻痹不良于行 让刘大潭的成长之路 走得比别人辛苦许多 9岁的时候我的爸爸想说我要读书了 才帮我训练说看怎么样能够让我走得更好一下 他说我的手有力量啊 脚没有力量没关系啊 所以就买一双鞋子 买一双鞋子让我穿上 用手抓着鞋子这样走 一笔一画 加进新寒的刘大潭 靠勤练毛笔字 麦春莲 凭着自己的力量 一路读到大学毕业 努力读书充实知识 让刘大潭的外号从废人变成教授 在书下我们为什么会叫他教授 他俗看很多 他所有的一些就是 受力很广 不管是磨剧也好 金属材料也好 还是要算一些数据也好 还是要问一些肉处理也好 他都很厉害 要入国小的时候 那就是有一个朋友 爸爸问他说 做小孩想要读书啊 那怎么办 他说不用读书了啊 他说没关系啊 我送给他一个脸盆啊 然后这脸盆 每天就背着他到菜市场啊 到车站啊 人多的地方 让他趴在地上 脸盆就放在前面 然后人家走过去啊 就丢一块钱一块钱丢给他 他就可以过生活了 他们就是用了我 读书没有用 长大没有人会请我去工作 那你当时听到的 当时听到的 那你掉下来 就发速 不要当废人 人生有梦 如梦踏实 肢体的残缺 阻碍不了刘大潭脑袋 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现在的柳大潭 已经拥有超过一百种的创新发明 获得二十多项国内外专利 这个是文化无用的土耳别动的专利 这个是高有陶生海降级的专利 远远不绝的发明灵感 来自于对社会的关怀 用关怀来做发明 所以点植会远远不折 意思是说我出来做一个发明家 就是要看到社会上有什么不安全 不方便不舒服不协调 这些东西我就设计一个工具 让人家去用 去解决人家的问题 所以我常常看一则电视新闻 报道就可以发明一样东西 双双烈果 从这栋十楼公寓的三楼窗户窜出 电视新闻出现火灾的报道 触发了刘大潭 发明逃生缓降机的灵感 在发明的过程 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做比较好 所以有一天去采水果的时候 看到一只蜘蛛 蜘蛛看到人家动它一下 它会吓一跳 所以就吐湿啊 然后降降降降降 降到地面上躲起来 这个方式我就 我的缓降机就模仿 这个蜘蛛在逃生那种过程 细心观察自然万物 让刘大潭的创意更加丰富 在二十年前就发明了这台 不需要电力 就可以同时让三十个人 安全逃离火灾现场的 高楼缓降机 看到电视一直报道 说轮椅要上台点很困难 还有一些我去演讲 到学校去 上学校那个礼堂那个舞台 轮椅都没办法上去 那这台就专门设计给舞台 上火车 上公共汽车 可以把轮椅升上去 然后前面一个桥把它跨过去之后 轮椅就可以进去了 最近的发明还有这个 微电脑的水循环过滤系统 把水循环再利用 利用水一直让它过滤 水就不需要换水 一年到头都不用换水 这几年刘大潭也参与许多工艺活动 跑遍全台各地的监狱和学校 分享他的生命故事和人生经验 我读书的时候数学都一直很好 所以我觉得解数学的方法 会用来解决人生的一些困难 一个大困难分解成一些小困难 已知的 然后这个不用再处理了 未知的困难的 没办法解决的在哪里 有点点困难的在哪里 把它分开 这样就最好解决了 一张张可爱的小卡片 都是台下听众热情的回响 爸爸有去你们学校游家吗? 有啊 那今天假完呢? 大家就还蛮崇拜的啊 因为就是还蛮酷的啊 发明很多东西 希望我以后可以像他一样厉害 所以爸爸让你最佩服的是什么? 乐天吧 我是一直感觉人生很短 因为短其实有很多东西 你不能去计较 你计较那个根本都是多余的 所以我都是一直往前看比较多 往前面看 就是往乐观的方向 往正面的方向 然后赶快把握时间 因为时间已经太少了 我再来说 你怎么回事 就这么多了 你不要去计较